祷告第十三天 叫他能够避免不好的事所带来的伤害 我们不能让他不接触这个世界 因为你教导我们要爱这个世界 但是我首先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求主保守我的孩子 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 能按照你造他的时候就给他的分辨能力 让他坚持对的事 能看清楚真相 求主让他知道哪些是不好的事 好让他可以躲避 求你赐下敏锐的心给我的孩子 让他拥有从天上来的智慧 去分辨最难分辨的事 也恳求主耶稣赐负我的孩子 在生活里学习分辨优先级 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 哪些是可有可无的 哪些是不重要的 哪些是浪费时间的 求主赐负我的孩子有分辨的能力 因为他将来会越来越忙 求主让他忙得有意义 知道怎样分配自己的时间 求主让他现在就知道 该花多少时间学习 花多少时间帮忙做家务 花多少时间阅读 花多少时间亲近你 求主赐给他丰富多彩的生活 让他活得充实而有意义 而且做每件事情都是甘心乐意 求主赐负他有愿意学习的心 从小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 将来能面对社会的挑战 求主让他学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在对自己没有帮助的事情上 比如玩游戏 上网 看电视 睡懒觉等等 愿主在他碰到抉择的困难时光 照他 让他在对你的事情上坚持 在错的事情上反思学习 愿主赐负他享受分辨的喜乐 并以此为荣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